中央民國110年1月5號星期四 忽兒又到了歲末了 老師我們度過了好多個歲末 真的感覺就是 好像這一次我第六年來上我們仁愛峰 想起初相見 想起初相見 因為剛剛本來想說我們今天應該要做那個 每年我們的歲末按照慣例就是要讓大家 對來年對不對 該慶祝的該房泛的該迎接的 都要特別特別的來幫我們的豐友 解答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對不對 對我們也不能說都講好的 對所以我們講好的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好的跟大一個 就像一鏡一樣乾坤乾坤在一起 對一般都有一個好的一面然後 對然後還要你小心的那一面 我因為接觸了老師的意經以後就知道說其實 老師你不是常講嗎 意經沒有全部好也沒有全部壞 對他就是看你怎麼看你的功力 應該是說看你的功力是怎麼去解釋 不是我在這個話我要講清楚 要補充喔 不是就是極凶好壞 不是客觀擺在那邊他本身是極凶好壞 極凶好壞有至少有50%到70%是 其實跟你主觀的狀態有關 我們本身就是我們本身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們本身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對不對 我們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對 我們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對 可能本來有點凶 有被我們調整 反轉 他可以調整 極凶好壞不是客觀固定在那個地方不能變動的 那所以其實是可以隨人解釋的 也不是說全部隨你解釋 我就說至少有50%到70% 其實跟你主觀的狀態有關 對不對 對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說今天 自己有上過老師課程的人就會很了解對不對 那如果要再更了解我們要去哪裡呢 再更了解 要再更了解囉 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呢我們有孜孜線上聽 第二個呢 我們三月份我要出一本《易經》的書 書之前老師你不是有個演講嗎 對 對呀這個你鋪了那麼多梗 今年過年啊對不起我沒有接到 你都不接 果然你看事情只看一半 今年過年的時候我要舉辦四場演講 就是1月29號在台北我舉辦兩場 這是禮拜六 然後2月5號在高雄 我要辦兩場 一個是過年前 不是剛好過年的放假隔天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開工的 2月5號你來聽演講 2月6號還放假2月7號要上班 因為2月5號來收新一下嘛對不對 對於新的一年的新工作要有什麼小技巧啊 那你比如說你要回高雄過年 回台南過年 回屏東過年都歡迎你來聽 然後每年就會有很多風友會期待 老師的小篇方很多啊 生肖要注意的過年要注意的 因為其實信很多的應該是這樣講說其實宗教或者說我們信這些 看這些古代的經書或古人留下來這位財產其實不是說相信他 而是他他可以讓你往前 他其實就是讓你往前走下去很好的一個升職能源 我們要環保 像快現在快過年了 那就有很多同學會問我說要不要安太歲 像這個也是一個傳統 我們有直播我們等一下會直播 很多同學問我要不要安太歲 那我第一個回答就是說 如果你平常沒有安那其實就不用安了 因為你平常沒有安那你也是平平安安的過 那為什麼要安呢 就其實就不用安 就自己心安而已 對你就自己覺得你平常那樣子也能過 而且你也覺得還不錯 那你就不必特別再去多一個煩惱 就是說要怎麼安 我到處安欸 可見我多不安 如果已經你有這個想法有這個念頭 然後你希望好好安一下 那這個安當然對我們的精神也有一個正面提升的狀態 那如果要安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聊聊看怎麼樣來安太歲 就有很多人覺得說我平常的營養就夠了不用吃保健品 一樣的意思 對 可是像我這種就是不行 我北中南都要安一下 對 我到處插擠 我才覺得有全方位的顧道 你知道 所以我就會都會很記得 而且現在很棒就是有線上安太歲 以前還很麻煩你知道要傳真寫過去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這些公廟啊 宗廟啊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安太歲我比較還是比較建議說 你去你平常比較常去的廟 附近的 對 就是你不要去一個完全陌生 你都從來沒去過 最好是你平常收心 因為一年會去好幾次的 你在那個地方安太歲會在我們心靈的安定的能力上 其實會更強一點 這有點就是每年一次那種家庭訪問 對 總是要去一些認識的地方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因為你可能一開始沒有什麼 可是你慢慢會感覺到跟某些地方比較有緣分 對 就是有緣分才會去 而且這個緣分也會變喔 你比如說像我早期 我就比較常去拜拜的地方是龍三世 那麼到後來在什麼樣因緣改變情況下 我就變成去持幼宮 就這個有時候也會緣分就是說 哪一個可能這幾年你都會 這個廟裡會走的比較輕快 過幾年可能又有新的緣分來 那到底誰要檢討 不是就表示你有新的功課 有新的功課 我覺得是召喚你 是不是有時候就是一種佛力的牽引 在我想像當中我們所有拜拜的神明 都是我們人生最好的導師 就把他當成老師一樣 那我們好好去請教 我們如果做錯事好好去跟他懺悔 那他會教我們一些怎麼樣把我們的生命過得更充實 我們現在有直播大家可以來看中港流行網 你知道為什麼老師其實你剛才說到懺悔然後認錯對不對 其實最好是他也不會懲罰你 也不會直接懲罰 他會原諒你 他會接納你 你有什麼缺點他也會包容 是啊 所以就是說有些死不認錯的人對不對 那就沒救了 但是通常你去你一定是有什麼事情 好的壞的對不對 壞的你想去其他保護你 然後好的你可以去跟他報喜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都是要的 也不用說成婚定型 年婚定型對不對 所以都應該要去走一走 蠻好玩的沾點人氣香氣 這個都蠻不錯的 所以老師你去的我也都會去 就這兩個地方你都常去嗎 龍山市 龍山市對面的小吃我比較常去 你說饒河街夜市 不是不是不是 慈又公是饒河街夜市對不對 慈又公饒河街 但是龍山市是 龍山市對面都是吃的 天水市場 兩喜浩天不辣 他對面倒是蠻多好吃的 好啦啦打招呼時間了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師今天是歲末大放送 教大家怎样 他说其实以前我们不是常说 不管任何事情 能够接触到易经 或者说接触到 算卦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都是趋吉避凶 对不对 那趋吉避凶 可是很多人他不知道 怎么趋吉你知道 因为有时候避凶 我们还比较好听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趋吉 感觉身边没有吉人跟贵人 这个大家知道 所有的吉相 有一些是你流年到了 重点是你要去把握住那个吉相 就是你的时运开了 流年到了 这个重点是你要把握 那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奇 其实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把握 就是说所有的吉 都是因为我们曾经 克服过某一些困难 我们曾经突破某一些 我们的障碍 个性上的障碍 习性上的障碍 因为这些等于是人的一个成长 人只要在智慧上 在历练上有所成长 背后必然有吉相 一定有吉相 人只要一成长 一定有吉相在背后 可是有时候我们是希望说 那个急的快来一点 对对 就是有没有办法加速 我的意思是说时来运转的吉 这个我们就是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 因为你那时候你那一阵子就做什么都顺 那你就你也知道要怎么把握 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没有碰到什么吉的事情 我们如何创造出吉相 对 那这怎么创造呢 就是其实你我们的智慧提升 我们的人生的历练 人生的这个可以突破一些困难之后 吉相就在背后 这个是我们可以创造的 我今天有大收惠老师 其实你不用一直想怎么创造 那个急来的你自然就知道了 对这个是流年 就是我们想时来运转 时来运转的这个部分 这个时来运转这个部分 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也没办法 我的意思说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自己还可以 对要先 内在有所提升 内在有所提升 背后必然有吉相 好那那待会要跟大家 就是讲比较实际的了 对 生肖对不对 老师你说 我们12个生肖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我们接下来这一年是虎年 那虎的话就一般 就是冲煞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12生肖 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 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好回来 精彩的重点来了 好我们来迎接中国的虎年 虎年 虎年 你知道虎这个字 说森林之王 对不对 所以老虎是已经平为动物了 对 这个 兵林要保护的 要保护的了 那我们很需要 我们很需要老虎的那种 虎虎生风带给我们 对 我先总体讲一下虎年 好来 我就从一经来讲 一经里面有三只老虎 六十四卦里有三只老虎 三只 第一只老虎在哪里 在铝卦 这个铝就是 你要旅行什么人生义务 实践 对实践的意思 这个铝卦里面有一只老虎 那只老虎教我们什么呢 就是铝虎尾 就是我们人生走在老虎尾巴的 后面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老虎的尾巴就跟猫的尾巴一样 他没事会在那边摆来摆去 摆来摆去 所以你如果要从猫的尾巴旁边走过去 你是不是要非常小心 不然你会踩到他的尾巴 所以同样的我们人生很多情况 其实就像走在老虎尾巴旁边一样 你要非常小心 小心谨慎 所以在这个虎年冲煞这一年 送给大家的第一个虎福 就是跟老虎有关的 一经就是铝瓜 就是我们要谨慎 但是不要害怕 你害怕你反而手忙脚乱 说不定就踩到老虎尾巴了 就是要谨慎 就这一年虽然冲煞大 但是我们凡事谨慎 就可以避开这个冲煞 这是易经的第一只老虎 易经的第二只老虎 在仪卦 仪卦是好的耶 仪是哪个字 是仪和苑的仪 就是仪和苑的仪 那不是吃得很好 住得很好 加入豪门的卦 就是仪养天年 不好的成语叫仪止气使 韩依弄斯 不是韩依弄斯的仪是另外一个 仪养天年 仪养天年这个仪 那仪它在我的易经的解释里面 它是偏向于欲望 偏向于欲望 所以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第二只老虎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不要太贪 不要太超过 人正常的欲望 我们需要的欲望就好了 你不要欲望至上 还想要有满足更大的欲望 然后再满足更大的欲望 永无止境的 这个在虎年 我们尽量避免 所以欲望不是一种动力吗 是一种动力 但是有一些欲望啊 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块 很好的羊排牛排 其实你吃了就有饱足感 那如果人家说 既然这么好吃 你要不要来十块羊排牛排 反正吃到饱 其实你吃你吃不了 而且你吃到第二块第三块 你会越吃越难吃 就是他有一个正常的满足 这个是真实的 只要这个欲望是真实的 他就会得到正常的满足 但是有一种欲望是永远没办法满足 比如说你吃零食 吃零食你吃吃羊鱼片 因为里面的香料都是假的 里面的香料是假的 他不是真实的食物 蛮好吃的 对 他好吃因为他加了很多香料 人工调料 对那些人工调味料 只会刺激你的什么食欲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 你在食欲上面的满足感 所以你就没有饱足感 你就停不下来 一块真实的牛排 你吃了你有饱足感 非常享受 你就知道要停在这个地方 可是羊鱼片那种人工零食 那个是没有让你 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实的饱足感 所以你就吃了还想再吃 吃了还想再吃 那可不可以先吃牛排再吃羊鱼片 可以 既然你都这么问了 那我也不想跟羊鱼片厂商结仇 所以我只好说可以 其实这就是表示说 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你的欲望是要解制的 对 对不对 就正常 我们只要是真实的欲望 其实它有一个正常的满足点 我们就知足常乐 就在那个满足点停下来 但是你的欲望 如果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真实的欲望 那它反映出来情况 就是要了还想再要 多还想更多 那这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有影响 比方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欲望多 他冲 可能 可能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了解 借知在贪 年轻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了解 还不够深刻 所以他不知道要停在什么地方 那你过了40岁45岁以后 你就比较知道你人生 你的这个欲望 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是最好的 我认为35岁就要知道 35岁是一个关键 很多人35岁不晓得 就犯了很多错误 对 老师那再来第三个老虎呢 第三只老虎在革挂 革命的革 那是大改变 对这是大改变 你直觉非常好 虽然我们还没讲到革挂 但革真的是大改变 革挂第五摇叫革命的革 大人虎变老虎的虎 大人虎变 大人就是就是你有成熟的人生智慧 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 掌握一定的资源 掌握一定的社会地位 大人物的大人 对这就是大人物的大人 那么大人他要做某种 比如说他要改变一个制度 他要调整一下公司的组织结构 对 这个就是大人虎变 这种虎变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智慧也够 他的人生力量也够 所以他可以振臂一呼 大家响应 这个改变就很容易 而且做的 大家做的轰轰烈烈 让整个组织架构越来越好 大人虎变 所以如果在虎年 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在过去几年 你累积了很多东西 这个时候就是你放手 好好做事的时候 就是你好好做事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个大 一番新的气象 对对对 都要把握住 对不对 可是他必须要准备好了 对要准备好 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资源 你的历练 三方面具备 那今年你不要浪费了 今年是虽然有冲煞 可是越冲越旺 这个不会虎头蛇尾了 不会 就是你都准备好了 就不会虎头蛇尾了 好那好有一个有一个积极的了 对对对 有积极的也有踩刹车的 对这个都要去 这就是易经的三只老虎 三只老虎 看大家抽一只 看大家是哪一只 抽一只抽一只 好我们现在有直播 大家可以来看 今天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讲的内容非常重要 对对 好老师再来 这个是虎年的三个三只老虎 那我们现在要讲生肖 好 那我们从十二生肖 就从老鼠第一个开始讲 感觉猪每次都讲很短 对 哈哈哈 因为每次 倒出来 好好好 因为每次讲到猪 好像就 好 那猪就是很不错 好等一下 回来从猪开始 拜拜 这样子对 每次讲到猪就说 那猪就是都不错了 好好再见 时间到了 就这时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谁叫你们是猪呢 OK 哈哈哈 每次都是猪 想到最后都没力了 今年就从猪 我们今年就是倒过来从猪 因为猪好像今年有冲太岁 呃 直接冲的是 呃是猴吧 是不是 猪 虎跟猴 虎对过来 虎做太岁 虎的对面是什么 猴 对面是猴 猴嘛 鸡也是冲嘛 但其他是克 鸡是偏冲 其他克的 克的部分有几个生肖 一个是这个牛 牛今年克 哦哦 然后龙今年也克 熊 羊也克 好 然后再狗也克 然后再来 我都全克了 没有一个 主要是因为 没有一个 主要是因为是老虎吗 今年老虎是木嘛 以木 木克土 那土的生肖最多 土的生肖是最多的 所以就克的比较多 是啊 土的生肖 他说如果是按照鹿岗天后宫 他是讲说有虎猴猪蛇也是 那叫偏充 蛇那种是偏充 偏充对不对 偏充 所以说其实都都要安啦 对 今年看来 今年看来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说虎年凶煞 比较大的原因 因为你偏充 再加上他克土 克土的生肖又最多 所以加起来 今年要安的是最多了 所以我又漏安几个我现在全部都 后来发觉老师被你这样一讲对不对 不知道也就算了 被讲心里就觉得一定要安了 对没有冲了也给他安了 反正既然是虎的话就安了也没多安多心安啊 但是你到庙里安还是要花钱了 所以还是 这样子老鼠会讲太少 那不然我们就屁股一个 然后头一个屁股一个头一个 因为中间的每次都会被讲到最多 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 主持人 主持人的那个逻辑就已经很差了 还要搭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知道这个 我的逻辑已经够差 还要这样挑 好 我们现在有直播 我们今天要讲生肖 因为每年都会亏待猪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猪开始好了 虎年的猪 好 这个虎年的猪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你今年的机会非常多 那不是该开心吗 对啊 这么好事 因为机会非常多 所以你这个 慎选 等于是说力量就分散 所以你要慎选 你真的是要集中 不要放到菜篮子的都是菜 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有啊 对啊 挑到篮子都是菜 对不要这样子 因为你机会太多 不要你机会太多 所以你一定要慎选 不然呢 你很多东西就会虎头蛇尾 就是做到一半 就没有没有成效 白忙一场 竹小妹竹小弟 对这个是 这个是主要非常 但是机会多是好的吗 机会多是好的 你只要选中 或者你只要把所有的心理 灌注在这些机会 其中的一样两样 都会有成果 怕的就怕 因为机会太多 然后这件事情还没完成 又有其他机会来 你又分神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样你就永远忙不完 又忙 对不对 你又忙 然后但是没有成果 因为成果是需要我们专注 在里面专注一段时间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所以今年主要小心 就是说不要忙到后来 什么钱都没赚到 白忙一场 但是机会多怎么样 机会多有时候 也不是全部为钱 比如说有一些机会 其实给我们带来人脉 有些机会给我们带来某一种经验 贵人 所以我对猪的建议是 对猪的建议就是说你 每一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 要做一个自我检讨 你要写下来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机会 你可能花了一些心力去做 那么你要问自己 你到底在上面要得到什么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问自己 因为不一定是钱嘛 对啊 对对对 但你一定要有得到东西 就像老师你刚才讲说 不要白忙了 对 他可能每个月都很忙很忙 对对对 但后来都没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很明确说 我在这个事情上 虽然没赚到钱 可是我想要认识一些人脉 或是我想要累积哪一方面 我比较莫凶的经验 你要那个东西要很明确 然后那东西你要做记录 然后比如说又下个礼拜 结果你的目标是想在这里累积人脉 结果过一两个礼拜 你发觉其实没有啊 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删掉 删掉 马上 对因为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机会很多 有可能 就是说你可能每天应酬 对不对 对是 搞了半天身体也搞坏 白忙一场歌唱了一百条 对 你也没当成歌星 对 再来 所以这是猪 这样讲可以吗 够吗 会不会又太短了 已经很长了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够 这半半很厉害 他把它调控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排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讲鼠 第二个讲鼠 他就变成 2022公平打 一个顺时钟 一个逆时钟 这个那就讲老鼠 老鼠今年特色是正彩 赚正彩 那很好 然后他有一马星 所以就是也是忙碌 也是东忙西忙 但是是属于正财 一马星 会移动吗 所以你在选择机会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不是偏财的 你就放弃吧 正财 正财 老鼠今年是正财 那如果那种是偏财的 又要花你很多时间 你不如把时间拿来赚正财 总而举一个例子 老师如果说他今天正财的话 他应该开乐透行 而不是买乐透 对对 这样子是不是 好这个老鼠 老鼠今年因为一马星动 然后这个交际应酬特别多 所以要稍微截至一下 因为是赚正财 既然是赚正财 其实很多交际应酬 是没有必要那么多 第二只老虎 对对 第二只老虎要小心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属 但是他是不错的 有财运 对是有有正财 有正财啊 这个还算是有有做到好事 就会有收获 对对是 好那再来一个答一个狗 狗 好厉害的 没有没有算错 我没有他写下来的 哈哈哈哈 那我感谢范范用写的 狗今年啊 以我的理解力 怎么可能对得起来呢 狗今年就是这个脑力 各方面智慧 就是大放异彩 所以他是今年是赚这个创意的财 要用脑啊 文化财 文创的 因为他好像有文昌星嘛 所以文化啦 企划 这种 跟文化相关 跟动脑筋相关的 这个都是狗年纪年 可以赚到的钱 那属狗的考生呢 可以 考试也是属于这种文化方面 文昌方面的 这个是 你今年想要考证照什么 这个属狗的很合适 有用到智慧的 对对 用到智慧 因为你今年就是记忆力特别好 今天就读书特别容易专心 是 还好不是狗 这个下笔有如神 下笔有如神 动脑的 这个我不行 还好不是狗 但是要小心 就凡是这种文化创意这种东西多的话 它会有一个倾向就是明过于实 就是 红了赚不到钱 对 虚名 赚到了虚名 但是没有实际 没有赚到实际 这个要小心 只要这个地方小心就好了 那当然也不要让自己的虚名高过于你的实际 因为这个有时候也会遭小人 太红了 明过于实有时候会遭小人 所以这个地方狗小心一点就好了 狗今年要当网红是很好的哦 狗要当网红 好 我们有一个猪朋狗友 这是不错的 OK 好 那牛 好 接下来是牛 牛今年的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牛啊 你如果求财 今年就先求人和 自然有财 牛去年是犯太子 对是那今年他其实有冲到 就是我是说那个他有被克到 就是被老虎 被木克到 因为牛是属土嘛 有被克到 所以重视人际关系也比较能够结交贵人 能够化解这个 这个克萨的这个部分 所以牛今年就是 与其认真做事不如认真待人 和气待人 人际关系 对人际关系你照顾到了 今年就会比较平顺 而且人际关系当中自然就会带财 自然就会带财 那人际关系你就要特别就是 比如说要谦虚啊 不要太那个骄傲这种 骄傲都是会想要表现 想要凸显自己 这都是在人际关系上比较容易得罪人的 我们愿意帮助别人自己谦虚一点 听别人的倾诉 这种在人际关系上都是加分的 要当一个低调牛 对当做一个低调的 这样子那再加上好像今年的牛好像犯估吧 犯估就是比较容易孤单 所以牛今年也会倾向于 不想要在人际关系上面多花力气 琢磨 对 但是你反而你反而要颠倒不开 因为他因为饭姑 你要克服 对 你要克服自己 所以反而要正经营 对对对 所以我就建议说 你如果是上班族 一个礼拜至少要有两个中午 跟同事一起吃饭 那人家不想跟他吃吗 不会吧 不会啊 只要你主动应该就没有问题 他要主动就可以 所以有人和自然有政裁 这是对牛 好 不错 你结束了 那老师 但是老师这个牛 他的孤单是刚好走到这里 还是说 刚好走到 就是刚好 对不对 他会就是孤僻了一点 对对 今年孤僻了 那他 应该没办法借一点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应该是不行 我们也不想 对对对我们想让大家多听一点 多听一点比较好一点 老师那可是安太岁像如果说你附近的庙 是只有土地公庙的话 他又没有安太岁了 对不对 那你还是得选一个你的区域吗 你的区域吗 我讲实话 你只要土地公庙 他有把队的东西就可以安 如果他没有把队的 就表示可能不会安 是哦 只要他有把队 你就可能问他 我可不会再 sanctions 可不可以在这安太岁 其实抗 morte没有什么儀式的 对 是是是 祂就是一个你去拜拜 然后一个心理 那通常我们会比较不安是觉得说 好像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那点个灯哦 是那点个灯就叫錢 那你就那也就很简单 你就自己准备水果 五样水果 你就去办那个土地公 把你的姓名地址 跟出生领月日 也放在那个旁边 然后就牵承这个 在那边祈求一下 等那次香过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算是安了 但是大概就 你总不能一年只拜一次 因为既然通常土地公 就要不是在你公司旁边 就是在你家里旁边 你一年至少去个三次 老师那他如果自己没有去 他可以帮家人安吗 自己没有去如何帮家人安 家人没有去 他可以帮家人安 只要住在一起 有血缘关系都可以 对啊 因为有些懒惰的 可能就是 这个我知道你会帮 像我每次安到十几个 一次要写很多 后来我的资料都建党 中清会的 都给他建党十几个 为什么呢 他那个灯一圈 刚好我说这一圈是我包的 因为他那个从下到上嘛 对不对 最上面的比较少人的 但是那个都要排哦 就是你如果要在登顶的话 哦那个要很早哦 好我们继续了 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牛 牛牛要反而就是要 记得要 以人际关系 当作 不要骨癖 不要搞骨癖 对 OK 他就会带来钱吗 对他就会带贵人 那牛今年只要有贵人就有钱 对 好那牛过来鸡 哎呦是 这是鸡 好 今年鸡一样要靠贵人 靠长官 靠长辈 所以鸡今年不要 千万不要得罪 职位比你高的 千万不要得罪 年纪比你大的 哦 要敬老尊贤 就是长辈 对尤其是长辈 你平辈晚辈还是其次 尤其是长辈 或身份地位比你高的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在这个地方得罪他们 那长辈还有长辈吗 就是自己已经是鸡长辈了 对 已经年纪大的鸡 就是说今年的鸡它主要是 它的事业是靠贵人 好 那我们的贵人一般都是在社会上 跟我们啊 就是高我们一阶的 他比较能够把他的资源 帮助我们嘛 所以这个今年就是真的是要长官跟长辈 要靠这个这个双长 长官跟长辈 就是双长双辈 就是说之所以会这样提醒的原因 也是今年的鸡年有时候会比 比较不礼貌不客气自大 也会比较有这个倾向 所以就这个地方要调整 好 那那那那老师如果说他是长辈的话 也就是说他长辈缘很好的话 也会带来财了 会是今年也是 鸡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 好那这样子的话 老师那在鸡OK注意了嘛 是 哎我们这老师我们等一下是 这些健康都没有讲到对不对 对我们就我们不讲健康 我们就讲你的运势要注意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怎么样可以 因為大家都可能希望賺多一點錢 再來是老虎 今天虎年就太歲 坐太歲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說虎年坐太歲 不是說諸事不宜 虎年坐太歲 你還沒有準備好的事情不宜 但你如果已經準備好 過去一兩年 你有在這地方耕耘準備 其實是虎年正好是 你要開始大展拳腳的時候 格掛的老虎 對對就是那個大人虎變 這個時候 所以就是說你過去的累積 到今年要開始付諸實踐 那虎年雖然沖煞 但我剛剛講 對於你已經準備好的事情 他其實是越沖越旺 那反而 對因為也有很多人講說 其實太歲不是不好 對不是不好 對不是不好 太歲就有點像路衝 你今天要住 你要住家住在路衝 當然不好 一天大晚車水馬龍 你睡覺 睡覺你都睡不安穩 可是我要開一家7-11 我開在路衝的地方好不好呢 很好啊 我就是賺這個人來人往的錢 對 所以這個 所以路衝要看看情況 所以我所以在事業上 就是我們已經在那邊有耕耘 有累積 可以長期有播種的事情 那今年你要大展拳腳的時候 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反而不要因為安太盛 你愛手愛腳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安太盛是兩個啦 大家不要太過於是把它危險化了 對對對是 OK 那小心還是要的 對對對 所以今年虎年其實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虎年今年也是文昌星啊 所以所以今年虎年也是動頭腦的事情動筆的事情也都很合適 考試啊 考證照啊 考公務人員啊 什麼這個都很合適 或者學習啊 或者出書講課都很合適 文人耶 對 是蠻文的 對 好 那再過來是虎 好 今年虎很特別 好 很特別 賺錢 虎今年虎很會賺錢 真的 對 花錢 今年虎很會花錢 很敢賺敢花 對 是 你的事業運 官運 今年虎年 官運亨通 嗯 但小人也很多 你有沒有注意到 要跟總統講誒 對 總統是猴子 桃花多 爛桃花也多 今年虎就是 好壞兩邊 就是極端一起 都具備了 那不很精彩 對 他沒有中間喔 今年虎年就是 兩邊 兩頭 都有 就賺的多 但是花錢也兇 然後你 你關運亨通 你小人 是非也多 你桃花好 那麼爛桃花糾紛 也多 他就是兩邊都有 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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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事多 壞事也多了 這是今年 這個猴子 要小心的事情 那猴子不是最精彩的 今年 對 今年猴子 可以說是大風大浪 是啊 大風大浪 哇 哇 那今年是上 跳 跳猴耶 那 猴子就多去 好事多好了 對對對 真的好事 那兔子 好 今年兔子啊 今年兔子不是一個 努力去賺錢的一年 而是一個努力學習 充實自己的一年 好 那其實他在學習 跟充實自己的過程當中 就會結交貴人 就會累積一些好的姻緣 那麼等明年啊 可能就比較是你發展的時候 今年比較不是 安穩 對對對 求安穩 今年比較不是說你想要 投資什麼 你想要創業 這對兔子今年可能 不是那麼合適 不要大動作 是不是 對對對 是是 所以他今年最好是這種 充實跟學習活動 能夠 宗教也是屬於這個 人生的心靈方面的充實 也是一種學習的活動 嗯 所以這個兔子今年啊 就希望能夠多接近好老師啊 多這個多聽好老闆的話 我以為你要說多聽人來吧 多這個看公司裡優秀的同事 多跟他們請教 這些都是學習 那老師為什麼兔子好像反而是 你講到現在最需要謙虛 最需要比較低調跟最要不動的一個 他不是為了謙虛 他是為了學習 他那個謙虛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自然會擁有的那種態度 最需要求學習的一個生肖 對 所以你如果兔子如果今年覺得 哎呀我正好要去學個什麼東西 這個正好 你今年選明年就馬上可以用 所以這個兔子今年最好幫自己安排一些進修學習 或者自我充實 對充實方面的活動 即使你沒有去上什麼課 你也要面對同事面對老闆的時候 也要抱持一種學習的心情 好那兔子OK 那再來就是羊 羊妹妹 好羊一樣 羊今年呢就是要賺老實錢 你不要東想西想 你不要想說這裡有機會可以賺一筆 那裡有機會 沒有 羊今年賺錢的態度就是兩分耕耘一分收穫 聽起來是什麼 四倍功半的 兩分耕耘一分收穫 你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就扎扎實實的 老老實實的 吃草 對你這樣你就能夠賺到錢 等一下回來 喔老師 羊反而是要安安分分的 兔子是要 學習 不要是手豬帶豬 這次不是 這次是手兔帶豬了 OK 所以這次兔子也要乖 對不對 然後羊要安安分分的 風有賈貴影問說 進場買股票算不算動腦筋 這個買股票我們一般常常認為帶有偏財的 對才是 他有一點是偏財 那如果今天是投顧老師那就是正財 你今天如果只是投資者 其實股票都算是投資投機這一種 機已經過囉 對 自己再回來聽 我們現在還是 那老師工商服務時間 有一個人問說 有一個人問說 每年不是會給太歲的一些福嗎 或者是那些吉祥物預售 你如果說過年他要怎麼做 隔一年了 你就那個哪裡啊 慈幼公有啊 慈幼公你去拜拜都可以拿他的福 對 但是他是說去年的福 是要這麼化掉 去年的福 你到拿那個拿福的廟裡 請他幫你處理 不是拿福的廟齡嗎 有有有 我上次問了鹿港天后宮 我說我們是線上的 那怎麼辦 他說你們可以拿到慈幼公 他說慈幼公有燒金爐 你要過一下火 然後跟那個慈幼公的菩薩說 媽祖說我在哪裡的 然後因為路途遙遠 可不可以在這裡 就是那個 喔是是是 只要他同意就可以 對 然後就跟他講 只要神明同意就可以 然後他的金爐你就可以丟進去 新鮮公有爐嗎 沒有了 現在台北市有爐的 就是龍山寺 龍山寺也沒了 龍山寺也沒了 就是慈幼公有爐 就是只有慈幼公 我知道的啦 當然還有別的啦 我知道的就是慈幼公還有爐 就是你就拿去比較大的廟去給他化掉 慈幼公那個爐啊 它上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空氣淨化的機器 好大 你知道在外面 不知道花了一兩百萬 你知道在外面聞不到任何味道 我都不知道他們的煙跑到哪裡 對 因為上面他裝了一整套淨化空氣的 對 完全不知道他燒的那個煙囪在哪裡 對不對 因為他那邊也是這個人比較多的地方 而且他燒的那個金紙非常大 那個量 每個人都會拿一捆去燒的 我是非常訝異他們到現在還是有 有香吃香然後金紙都沒有少 對 或是武德公也有 武德公也有個大禁物在嘉義 最後一段了 我們可以圓滿的講完 好最後一段了老師 好 羊 要 羊剛剛兩三分 兔子還沒講嗎 還是兔子 講過了 喔兔子講過了 所以羊龍馬蛇 對 羊剛剛講一點點 好我們剛剛羊講到開頭就是 老師你說羊就是一分 兩分耕耘 兩分耕耘 一分收穫 不要東想西想 很累耶 對 他就是你今年就是老老實實 好 然後不要 不要跟人家比較 不要說別人怎麼那麼輕鬆 就有同樣的收穫 你今年就是 就是老老實實 比別人多付出一點 不然你如果連這個付出都沒有的話 你那個收穫也賺不到 好所以今年羊就是 還有另外羊也跟那個兔子類似 就今年也要幫自己多安排進修活動 進修 多有一些成長的這種課程 或者是多向別人請教 這個都是累積緣分 然後這個結交貴人 明年的時候 這個兔跟羊就可以發光發熱了 充實自己 好老師來了龍 好龍 我記得去年龍是不錯 很好 去年的龍很好 但今年龍是有沖煞 今天龍是有沖煞 所以今年龍是這樣子 就是你想要獲得多少 不是要多少努力 你想要獲得多少 你就要突破多少困難 今年龍的好運龍的財運都在困難的後面 所以你不是努力而已喔 你是要衝破難關 還要爬山欸 對對對 你這個講得好 還要爬一個山 他的財是在山的後面 所以你要翻過這座山才看得到財 而且不是所有的財都集中在某一座山的後面 而是財分散在不同的山的後面 所以你要一山走過又一山 是欸 但是你翻山月嶺就會有 就會有財 就會有嘛 對 這是龍年今年的特色 這其實這也很好啊 對啊 你起碼知道你翻山過去就有錢啊 是是就是你只要 而且龍今年也是頭腦靈光 他也是善於解決困難 所以今年龍千萬不能說想要過好日子 就你越忙越操勞 然後越去解決問題其實才越好 對 如果你今天是說 老師如果如果說今天他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大家現在流行一個話叫被動型收入 今天龍不要想被動型收入 你被動型收入到後來都變成主動型支出 都變主動型支出 他要主動型的爬山才可以 對對對 他要主動才 主動才有錢 而且還要努力喔 是是是是是 那大家知道 但是起碼他知道就是有希望啦 山的那一邊就是 對就是送給蜀龍的一首歌就是 我米巴朗卡臨金 後半段不能唱 對全半段要就是了 好 再來就是馬 馬 好 這個馬我們就直話直說 馬今年破財 喔 馬今年破財 真的耶 對是 所以呢怎麼辦 賺壞 那今天就跟大家我們討論一下破財幹怎麼辦 是是是 人要遇到破財的時候 就是 什麼事情你都要省 好 但也不能夠把所有洞都堵住 對 什麼事情你能夠勢必輕功 能夠自己家裡修理的就自己修理 不用不用這個錢不用讓別人賺的 你能夠省就盡量省 但是你今年要列出幾項你想要支出的那個項目 比如說家裡電視已經用十年了你想要換一個電視 對 不要省錢就給他換一個最好的 這個叫當破則破就把財破在最好的地方 那個叫做必須花的錢 對 因為那是必須的嘛 對 所以你就把所謂的破花在你必須花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劃掉破財這個沙 就是建設 對 那如果是投資呢 投資不是 投資是個比較複雜 因為投資有各種形態的投資 我們有時候比較不敢隨便說 那反正是因為是會破財 所以就該花的地方 你不要說今年要該花的地方有十個或二十個 這太多了 你就挑其中最重要的幾項 那幾項不要省 那個破財反而變建設 對 是 就該花的錢 你就列出幾項 那這幾項不要省 就讓他破 這樣破就這個煞氣就出去了 其他全部要省下來 這是破財的人是用這個方式來應對是最好的 那那樣子的破財就等於化掉了 對就化掉了 那他要列幾個呢 我想就是依照我們的這個經濟能力吧 經濟條件經濟能力 結果列了十個更破窄了 十個太多了 一般就比如說三個了不起五個已經算還可以了 該花則花 對不對 比如說你車子都開了二十年 是不是應該要換一輛 真的 馬上換特斯拉最高級的 所以這樣子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是當花則花而不是亂花 對不要亂花 好就是你省十個做一個 對不對 好那老師有人問說做公益呢 公益也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財獲出去 捐 那有沒有說數量要多少 他這個問題很好 他數碼是不是 這誰 做公益也是 他就是數碼 對 做公益也是 捐錢 對 捐錢做善事 做公益我們也可以這個 基功德 基德 基德 好那就是這樣子了 馬沒什麼好說的了 基德 就是破財 就是這樣子了 要守其實趕快跟大家講一講好 免得亂投資 對不對 好蛇 蛇好 蛇今年就是平平安安就好 蛇跟馬是哥倆好嗎 就平安 穩定 好 老老實實的 腳踏實地的 就用一句成語叫做 不求有功 但求無果 這是蛇今年 因為蛇今年你 你這拼的命去賺錢 也賺不到 先求不傷身 再求有效 是是是 但為什麼老實 為什麼蛇是一個 必須好像要躲很多 蛇今年好像偏充 而且是偏充的 比較嚴重的那個偏充 所以就 你怎麼突然 突然 我看你表情都變了 我老實死了 沒有老實 沒有老實 沒差 因為今天所有 我們電台蛇的生肖 都有 都中 都中 都中就對了 但是蛇就是一切 老實 你要講什麼呢 安安穩穩 平平安安 不求有功 但求無果 是 不要有什麼大的變化 你都過得去 就繼續維持原來的樣子 欸老師 那我發覺他跟馬一樣要做公益 是啊 那他多多多做公益 但他只要穩住就沒有破財 對 但馬是你穩住還是會破財 他一定會破的 對對對 那就花 那就是要準備好幾筆 你就是要支出的錢 你該花的就在那地方就不要小 免得破在別的地方 是是是 那還不錯啊 起碼有錢花 所以但今年蛇有 有好高物源的傾向 就是一定要收回來 一定要收回來 因為今年就是真的是越老實越好 越老實越好 越低調越好 好 所以通常這樣子我們低調就是 就是也可以 就像那個兔啊 羊啊 幫自己多安排一些充實 學習的這方面的活動 那自己現在知道 但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兔跟羊他今年的充實學習 他可以反映在明年的發展 對 但是這個蛇呢 今年的充實學習只是避免無聊 哈哈 不是為了明年的什麼發展 他就是今年不要太無聊 他並不是說 一定要上課去考證照 不是這個意思 不用不用 就是要打發時間了 是是是 反正別的地方多努力也沒有用 我覺得今年很長 好啦我們可以耍背了各位 感謝老師 感謝感謝 所有生肖都知道了 自己要躲什麼躲 前面錯過了再看那個 再回播 不要 我們都講了 都講了 這是朱第一個講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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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好 日祭平安 OK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拜拜